这两天天天补胎 刚刚出来的时候在旅店又没气了 让专业人员修理修理 路线它补胎的直补内胎 它外胎它不看 车的质量没任何问题 这外胎太软 好胎都软 好胎都软 那意思不太好啊 好胎都软 这看见了不 你现在从手里边就能摸出来 你看见没有就在这 哦 这个位置你看 你的手怪不得了 你一用就看见没有 它就露这一点点头 对对对就露一点点 大眼还没有啊大眼 你看从那就看见了 就是小眼 看见没有 嗯 这个位置 嗯 我说为什么那个气啊 特别小啊 是啊 看不出来有时候都 气小了就打不出来 看这个这个就是穿透了 穿透了 就这一点点 一点点就办了事了 对 它不是一点点 它好一点 这边一点点 那边一点点 好多好多啊 这是我露营去草坑的 我 不能去那里 那个就有点草 哦 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 不是石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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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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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好多这种刺 他们山西人叫 石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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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晚上我睡觉做梦 做梦都补胎 补了一宿胎 整的我扎胎扎的都有心理阴影了 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 它是按一个钱框 它也是准备多装点东西了 我这边原因已经找到了 现在把这两条备胎全部补好 明天就扎不了胎了 我回去 回去先 一会儿吃吃点花 行 先回去 行 你先忙着嘛 我走了 我忙 拜拜 好好好 二十块钱 解决了我晚上睡眠质量的问题 然后明天就出发 平晓古城 明天一天干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 请关注我 关注我去新疆一路以来的遭遇 修车也修完了 然后起车来到鱼寺老城 万万没想到 景气施工 谢杰入内 可惜了 下次再来吧 国庆节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